能帮上你这个忙呢 你收下 别想那么多 你听着 你哥和我 既然都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把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 你就应当知道 你哥和我是有打算的 对吧 我们俩简单 生意上的事情 我们也不太懂 但我相信周老板 等到你们好了之后 你再还我钱嘛 再要对我好一点啊 不要老在欣欣面前 说我的坏话 我哭了 你又 苏文感动了 我都好久没见你落泪了 不是 我以前对你不好呀 我一直对你有偏见 我一直想把那俩之间 我一直想把那俩之间 画出一条界线 画得清清楚楚的啊 你不知道吗 我都不能看到你 你跟欣欣亲近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控制不出我自己 你知道吗 我 我特别害怕 我自己都爱着 还怕欣欣 不要我这个妈妈 可是 你才是他的亲生妈妈 梳梳 十四万年 这么多年 现在才总算说了人话 你呀 我和你 我们两家之间的 说得清吗 从周星过几给你到今天 那我也来跟你说句人话 为了欣欣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样 你告诉我 这世界上有几个女人能做到 而且欣欣现在这么优秀 还不是靠你 精心培养出来的 我 其实都从来没有正式谢谢过你 谢谢你 谢谢你 那 从这里一起 我们好好的 一个女儿 两个妈 我们分享 我要抱抱你 抱抱你哥答应我 你只要认识 你再来 感谢观看